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我最近在玩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將四條MW2 PCIe Gen4 x 4的SSD做RED 在Windows上,最高已經可以跑到25000Mbps 四條SSD我選擇的是Megang的Crucial P5 Plus 它是PCIe Gen4 x 4的SSD 單條速度就可以達到6600Mbps 雖然它或許不像其他高階的Gen4 SSD 速度可以達到7000Mbps 甚至是7400Mbps 但是我覺得6600Mbps的速度其實也已經很快了 都已經是之前Gen3的兩倍左右 而我最終的用途還是儲存需求 所以我選擇的是最大容量的2TB 當然,我有觀察各家2TB的價格蠻久的 因為有時候別家也會有大特價 那麼美光的價格就不一定會是最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拉長整個時間線來說 你經常會發現 P5 Plus的價格幾乎都是在較低的檔位 那像這四條加起來 大概就是3萬塊左右 單條大概是7-8000 那一直都會是很高CP值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折價券 或是突然大特價優惠的時候 差不多就可以考慮下手了 那從官方規格表可以看到 不管是哪一個容量 讀取速度都是6600Mbps 但是從1TB開始 寫入就會有明顯提升到5000Mbps了 而2TB這款除了容量更大 隨機讀取的性能也略高一點 達到72萬iOps 此外美光的保固服務 一直以來都很不錯 像是P5 Plus同樣也有5年的保固 詳細可以看我們之前對這條單條的評測 P5 Plus它採用的是 美光自家176層TLC的顆粒 美光產品的穩定性還有品質 我也覺得蠻可靠的 至少像這樣子一次四條 我就不用擔心抽抽樂的問題 可能就不會像其他家有時候會抽到不一樣的主控還有顆粒 那另外我現在也沒有在挖起壓幣啦 但是儲存影音素材的需求跟壓力還是很大 因此我對於廠商標示的SSD TBW 我還是會參考留意一下 以2TB這款來說它達到1200TBW 換算5年保固年限大約是0.65TB的DWPD 而在應用方面目前手上有一台OWC的Express 4M2 這台強的地方是因為OWC它之前收購的Soft Red 所以可以用上Red 5 這個在Mac上來說幾乎是壟斷的優勢 如果大家有在Mac上做過Red 5 就知道這個真的非常困難 基本上只有Soft Red可以做 那所以如果你有找到其他可以做Red 5的免費的方式 也可以分享給我來學習一下 那還有一台DOS是NetStore的NA622TB3 那它的特色是單條SSD就可以達到Gen3x2了 那這應該是目前同類產品中唯一能達到這個程度 這個功能速度的產品 詳細的實測內容為什麼這個速度很重要 可以看我們的文章評測 當然這兩台DOS因為它都是Thunderbolt 3 外接四條M.2 SSD的外接盒 會受限於Thunderbolt的頻寬 大概就是跑個2500Mbps 2800Mbps這樣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在這種外接盒上面 用Crucial的P2或是P5價格還可以便宜非常多 例如說單條大概就5000塊 四條就2萬塊左右而已 是更經濟的選擇 不過它們的TPW都是P5 Plus的一半而已 所以我還是選擇P5 Plus 那我個人也是蠻期待即將推出的P3這個系列 因為它將會是美光第一條消費級 有做到4TB容量的M.2 SSD 所以P5 Plus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就是它現階段沒有4TB的版本 不然我覺得可能這次就會考慮直上16TB的offlash了 那此外P5 Plus也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是單面顆粒的 雖然我應該是不會24007的運作了 但是長時間較高溫 我覺得對電子產品怎麼來說都是比較不好的 那P5 Plus它採用的是單面顆粒的設計 這樣不管是上面我們剛提到的這兩台 DAS外接盒 或是我最近在使用的華雲的NAS AS6702T 又或是這次使用的主機板 那都比較難去對這個SSD的背面做散熱 所以像P5 Plus這樣單面的顆粒還有額外這種散熱的好處 而且呢相較於其他家SSD即便做單面顆粒 很多廠商還是會把這個保固貼紙貼在上面這一層 那這個就非常麻煩了 因為你撕掉就沒有保固 但是你不撕掉的話有時候又阻礙這個散熱 那P5 Plus呢它兩面都有貼紙 但它正面上面貼的這個是品牌標籤貼紙 撕掉是不影響保固的 那真的是有夠讚 而我會用P5 Plus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會想要在PC的桌機上面 我想去跑跑看4條PCI GEN4 x 4的陣列 那這部分又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用Windows的儲存空間的工具去達成 那另外一個就是用主機板上面的RAID功能去達成 而在硬體方面也會有三種思路和大家分享 那第一種方式我們就這邊先不談 像是X399這樣的HEDT平台 我們還是以消費級平台來講 第一種就是優先要看那些比較高階的主機板 因為目前大概只有高階的主機板 才有支援4條M.2 而且是PCIe GEN4 x 4的連接能力 也要想清楚這個硬體上面的頻寬頻近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 那還有一個就是相容性的問題 例如我這次使用的是ASUS的TUF GAMING Z690 Plus 那我手上這張是有DDR5的 那其他基本上這些分支的版本的內容應該是都一樣的 那像這張主機板的M.2我們看起來只有四個 乍看也都是PCIe GEN4 x 4 應該沒問題啊 但頻寬這部分就是大家容易忽略掉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多 阻過一兩次電腦的人可能不會去考慮到的問題 那當然對電腦老手來講這個一定是 腦袋閃過去馬上就會想到的 第一條呢GEN4 x 4是指連CPU的沒有問題 但是它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雖然你看到它都是寫PCIe GEN4 x 4 但是它們都是經過Z690的chipset 而Z690它跟CPU之間的頻寬是8條DMI 4.0 那相當於PCIe GEN4 x 8 也就是說後面三條SSD都會被卡在這個x8的頻寬上面 那就發揮不了更高的速度 所以實際上我的做法我是用PCIe 116的那個槽 就是大家平常會裝顯卡的那個位置 因為這張主機板它是支援PCIe GEN5 x 16 那當然它也向下支援GEN4沒有問題的 而我手上剛好有一些iStock的轉接卡 那這個系列的型號叫做Easy Convert EX 它就是將M.2 Slot轉為標準的PCIe Slot 硬體的頻寬是BY4的 雖然它們官方文宣上面都是寫PCIe GEN3 但我的經驗是這種單純只是拉線的卡 PCIe GEN4的也是可以使用沒有問題 那它這個卡很方便的就是它採用的是卡扣的安裝設計 所以完全不需要鎖M.2的螺絲 而且它的Pro版是有散熱片的 就是我手上現在用的這個 它也是用卡扣的方式固定的 所以完全免螺絲哦 哦對了 華碩的那個主機板好像是從上一代還是上上一代開始 很多主機板都有Q-Lash的設計 就是M.2的地方它是用旋轉扣的方式去固定 用手指甲撥動轉四分之一圈就可以固定好了 那這個對於這次要一直拆裝SSE的測試的項目來講 這兩個M.2免螺絲的設計真的是幫了很大的忙 回到主機板上 總之我最後的做法就是 第一條P5 Plus它是裝在第一條直連CPU的M.2 而第二條就是透過i-stock轉接到PCIe Slot 這個也是直連CPU的 而第二第三條則是安裝在最下面的兩槽M.2 那它們會一起通過Z690達到CPU 所以頻寬剛好是完全佔滿的情況 而作業系統我選擇的是Windows 11 安裝在另外一條閒置的2TB PCIe Gen4x4的SSD 安裝在中間主機板沒有散熱片的這個M.2 Slot 雖然它也是走Z690的頻寬 但我覺得在跑速度測試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去對作業系統做什麼操作的話 其實對系統疊的讀寫應該是非常小的影響其實不大 而單條速度6600MB 那理論上這樣我們四條下去就可以達到26400MB了 OK 那我們來看到第二種方式 就是直接找四條M.2的轉接卡 這種卡其實蠻好買的 各家都有出 就是我記得四大版廠它們都有出 例如華碩這張是Hyper M.2 by 16 Gen4 Card 它最大能是可以支援到四條22110的規格 而且它還有大面積的金屬散熱片 和一個主動風扇可以幫助散熱 但它也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因為你還是要回歸去了解 它主機板是怎麼樣去切PCIe的 以及不同平台 CPU的PCIe是怎麼設計的 例如華碩有一個網頁 就詳細列出這個產品 它跟近代華碩推出的主機板 它能夠對應到幾條M.2 有一條兩條三條四條各種情況都有 還有要對應到第一個插槽 還是第二個插槽的情況也不一樣 現在這個表上面已經是有Z690這一串的 算是更新的蠻快的 那不過我在開始做這期測試的時候 其實上面是還沒有Z690的資訊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這張主機板目前也沒有在這個表上面 那總之如果你有類似的需求的話 其實用這種卡也是可以解決的 那只是頻寬部分你還是要想一下 要查一下資料它是不是能夠完全發揮 那這個轉接卡真的其實也不貴 像華碩推上大概是3000塊左右而已 第三種也是轉接卡 那這邊我們會舉兩個產品 那這種轉接卡的類型價格就會比較貴了 第一個像是OWC的SXL的這個4M2 它的價格大概是1萬塊出頭 先說它是PCIe Gen3的 所以速度大概就是6000多Mb而已 那所以對PCIe Gen4來說你就會覺得很無感了 板子裡面呢 它主要是一顆Smedia的ASM2824 它是將PCIe Gen380切給底下4條SSD去使用 那當然你站在PCDIY的立場 你很難去理解這個卡為什麼要賣這麼貴 那但是OWC它這個卡主要是for Mac Pro的 讓Mac的使用者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 去擴充Offlash的需求 是有它的價值跟用途的 那對PC來說呢 好處你就是不用擔心上面那些PCIe怎麼切的問題了 你只要4條插上去基本上就都可以動了 那我們再介紹另外一種比較貴的卡 就我有看到Highpoint他們推出的SSD7507這個型號 它是PCIe Gen4-116的卡 這個方式呢 它基本上只要主機板它是有支援到 116的 不管是PCIe Gen5-116還是Gen4-116 理論上呢 都可以用目前這4條SSD 大概都可以跑到2萬8的速度 你就不用煩惱 第一種第二種方式要怎麼去切PCIe這個分配的問題了 不過我看新聞稿說這個卡 像這一張一張是美金600塊左右 那你差不多也可以買4條P2-2TB的呢 總之我目前是選擇第一種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簡單又能發揮效能的方式來做測試 手理器呢 我搭配的是Intel Core i5-12600K 記憶體我一開始是使用 美光Crucial DDR5記憶體來做初步的驗證 還有速度的測試 那都測起來都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呢同時他需要用到這套美光的記憶體 所以我就跟他換了另外一組微剛的來跑 後面的所有測試 那是使用DDR5 5000MHz 16GB兩條 散熱器我使用的是Kruger Forza 85雙風扇 電源供應器我使用的是Adata的XPG Core Reactor 850W 顯示部分就用CPU內顯就比較方便了 那畢竟呢 顯卡那槽我也拿去裝SSD了啦 最酷的就是我手上剛好有一顆Andermax的橫流扇 有一天就突發奇想就把它裝在StreamCon PC 1.1這個裸側架的旁邊 我發現他的指甲剛好是可以扣著這個裸側架的銅樹螺絲 真的是太剛好了 那這樣側邊過去的風剛好一次可以幫5條SSD做散熱啊 而作為C槽開機的SSD 我也另外再幫他加上了DarkFlash的DM1做散熱 那受測的P5 Plus溫度都能壓在攝氏50度以內 偶爾最上面那一條因為前後比較被擋到 所以它有時候會到51 52 那它基本上都會跳回50 其他條都在50以內 詳細Build Red的這些過程跟設定 如果你有疑問的話 可以到文章中看到我們會盡量把資訊都放過去 在影片這邊我們還是講淺白一點的 軟體方面呢就分成兩個思路 一個是用BIOS中的Red來做 也就是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這個功能 那或者是用Windows內建的儲存空間功能來做Red 首先看到速度最快的BIOS中的Red0表現是最好的 可以達到25000MB 那相較理論上達到26400MB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算是合理範圍之內 看到這個數字真的是有夠酥爽的 那寫入也有達到18000MB的表現 那比較意外的是用BIOS中做Red5 讀取速度也都是蠻正常的 但是寫入速度卷只有3690MB 而且兩個測速軟體呈現的結果也蠻一致的 可是我那時候看CPU的占用率大概也才50%左右而已 記憶體也才吃一點點而已 完全看不出瓶頸在哪裡 第三個用BIOS來做Red10也是蠻奇妙的 在Crystal Disk Mark裡面 測出來的數值是符合Red10的理論數值 發揮的還蠻好的 但是AUTO卻出現了分歧 呈現的數值大概只有一半左右而已 真的是不解為什麼 那第二個思路就是用Windows的方式來製作 一共有五種模式可以選擇 簡單 雙向鏡像 三向鏡像 同位 還有雙同位 由於這次只有四條 所以有一些是沒辦法測出來的 像是三向鏡像跟雙同位都需要五條才可以做 簡單模式下 基本上就可以理解為是Red10 所以它表現也會是最好的 讀取將近23000MB 大概也有個BIOS Red10那個方式的九成左右了 而解錄速度整個BIOS的Red10差不多在17000MB左右 那還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不知道是這個中間哪個環節出了什麼錯誤 但是可以看到在IDA64的SSD的讀取測試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讀取速度居然可以到 35000MB 我都搞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達成的 想不懂 真的想不懂 然後最低速的時候也可以看到它是25000MB 那我也是不懂為什麼中間會跳那麼多 而且我測試幾次都是這個結果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如果你在對追系統沒有什麼操作的時候 其實對於整個頻寬的占用它是不會去動到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圖中前面這邊有兩個突然下滑一點點的角角 那這個兩個角角就是我在這兩個時間點有對系統做螢幕截圖 所以它的讀寫速度因為頻寬被佔用到一點了 所以就下降了一點點 Windows的雙向鏡像按照Microsoft的文件的說法 可以簡單理解為是Red1 所以可以看到讀取速度將近20000MB 而寫入速度當然就受限於Red1的特性 會受限於單條SSD的寫入速度 但是依舊也有5800MB的表現 最後一個是Windows同位 可以簡單理解為Red5 這部分呢不太確定是什麼原因 看起來的讀取速度也都是蠻正常的 15000MB有發揮到Red5的特性 也就是N-1條的速度表現 不過寫入速度不知道為什麼就只有1000MB左右而已 也是跟前面一樣暫時找不到瓶頸還有問題點 現在用美光4條Crucial P5 Plus 2TB真的是非常爽 作為外界空間使用可以用到8TB的oflash 對於儲存空間來說目前拍攝4K的素材還有剪輯的專案檔來說 就不用頻繁調用各科外接固態硬碟 或者去NAS裡面找資料了 也不用一直移來移去這些資料擺脫現在的黑暗期 我想對於接下來工作的效率應該是可以再更上一階的 除了這次提到在桌機上面的測試 我們也有用P5 Plus搭配到 ASUS TOR 新推出的AS670 2T 和一系列的NAS 那還有NAS TOR 的 NA622 TB3 DAS 還有 OWC Express 4M2 DAS 那這些不一定有拍影片 有些都是只有寫文章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在文章中去找到這些產品的評測 記得訂閱Enterbox的頻道 也可以到我們的官網去看看這些更深入的評測文章喔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 了解 好